No kidding, shut it down! 示威人士高聲呼喊表達訴求 APEC峰會即將登場 儘管各國領袖還沒抵達 但舉辦地點摩斯康尼中心外 聚集數千名抗議人士 從環保團體、企業工會 到人權團體都有 趁多國領導人齊聚 大聲喊出訴求 I think there's many issues There's a lot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nAPEC countri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o take bold action 不過其中最引人關注的 則是針對中國政府的示威 抗議車輛上用英文寫著 結束共產黨的字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睽違六年再度訪美 將在峰會之前 15號先和拜登會面 據悉習近平將下榻距離 會議地點步行三分鐘的瑞吉飯店 就位於舊金山當局設置的管制區內 周邊也沿街架起黑色圍欄 家派警力維持秩序 嗨 街區彷彿化身牢籠 周邊也聚集不少抗中人士 一名華裔女性就高舉牌子 要習近平還財產家園和父親 另外也有人在附近徘徊 手上的海報則寫著 中國有集中營 不過示威人士大陣仗抗議 舊金山當局的維安安排 讓一般民眾相當頭痛 現在已經變得悲傷了 我現在正在送給他們 所以我有點背後 摩斯康尼周邊街道 將從美西時間週二開始 關閉至週日 紅色部分是嚴格安全管制區 屆時將設置安全檢查站 並且進行交通管制 綠色地區雖然開放給當地民眾 但禁止外送和共產服務 目前也有商家索性暫停營業 在店外盯上木板 以免遭到示威者波及 隨著APAC以及拜習會逼近 警方驗證以待 動盛新聞國際中心總和報導